這個禮拜主要我們最後是講到有關就是 怎麼樣利用那個簡易的爬蟲 這個爬蟲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個蠻簡單的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基本上我們可以這樣來看 基本上上個禮拜的這個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 把這個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把字放大一下 這樣看比較清楚 那特別注意主要是利用這一段程式 這一段程式基本上比較重要的 其實它就是利用一個所謂的那個query table的物件 它有個方法叫add 那add的話實際上就是你告訴他 你要抓取資料的網址 這個網址的話你可以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去找 那另外的話還有他的那個編碼方式 65001其實是UTF8 那大概這兩個變數 這兩個部分的資料把它做改變的話 那就可以把網路資料給抓下來 那抓下來之後的話 當然如果我們假設那個來源資料 它會經常變動的話 那你可以當資料變動的時候 你去把它抓下來 不過抓下來的同時 因為我們後續會需要做 三個樞紐分析的圖表 OK所以我們會需要年跟區 還有路接到這三個欄位 所以後面其實我是順便再帶一個什麼 帶一個那個 把這個打開好了 其他功能 這個制定功能區這邊的開發人員把它打開一下 然後你可以看到 也就是再多一個所謂的call一個插入欄的一個sub 那這個call那個插入欄的這個sub 其實上個禮拜有最重要提到 其實主要它就是什麼 就模擬我們平常在插入欄的動作 就是在低欄插入一欄 然後再輸入什麼 輸入公式 輸入欄的名稱加一個公式 然後讓它自動填滿 自動填滿就是空點向下 點兩下填滿 那寫出來的程式 基本上就是在 你們雲端白板上面應該可以找得到 就是在哪一欄插入 就是cullens 哪一欄 低欄 你就跟他講 低欄的地方insert 就幫我插入欄 然後幫我把這個儲存格裡面 放一個連這個字 然後下面這個儲存格 放一個這個公式 然後最後的話 向下填滿就是autofill 那其實四行程式 其實就代表四個動作 那當然 如果你不寫成程式的話 變成你每次都要再做一次 那如果你藍數越多的話 你變成你要做很多同樣的動作 那當然效率上面 絕對是沒有程式來得快 而且有些事情就一直勞勇 那另外當然還有區 區一樣 區的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 動作其實跟上面這個插入籃 其實可以是一樣的 那另外呢 因為呢 你因為他剛好在最最右邊 所以這個區的部分 其實可以插入籃 也可以不插入籃 因為他剛好這兩籃 其實剛好在最右邊 所以你不要insert 直接加下面這三行 也ok 就是加區 然後加公式 然後向下填滿 如果你有插入籃的話 當然你這邊也可以 這一行加不加其實都可以 就是在這個地方 上面不是有一個insert 這個加跟不加 其實插入籃的話呢 可能要改一下 改區籃 區籃 那個地方插入 但是呢 如果你假設你是用這個方式來做的話 那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如果你假設插入籃的話 在eSale呢 他有一個 算是他的一個 他的一個 他的一個習慣的變化 就是說你插入籃呢 他的這個籃寬 會跟著前面這一籃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插入籃 他會跟著F籃的籃寬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區 籃寬會變得非常大 所以後面呢 我們其實有交各位一個 就是設定籃寬的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的話呢 其實就是可以怎麼 你可以先大概知道一下 這個籃寬大概多少 那怎麼知道呢 很簡單 有不要放在上面 大概就是 你大概拉一下 其實大概 你會看到上面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的話 你將來可以填到哪裡 可以填到這個 叫做Column Column 哪一籃 哪一籃的籃寬 叫Column Width 等於多少 那他也會自動幫你調整 所以將來 可能你將來會遇到插入籃的時候呢 應該也會需要 再設定 他的籃寬 因為如果你沒有設定籃寬的話 那將來 這個畫面 畫面會跑掉了 所以其實不是太美觀 所以將來如果你希望呢 做出來的資料 順便插入籃之後 他可以按照你要的結果 可以顯示 那當然是最好 OK 所以基本上呢 上個禮拜的重點 我們大概就是 那我把它稍微 亂一下 那我的習慣是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那個按鈕 OK 那我有講過 那個按鈕 不要讓它跑掉的話 因為如果你沒有設定 來控制項的什麼呢 那個 山藥資訊 如果大小位置 預設是這個 有沒有 他因為插入籃 所以他把它擠到右邊 所以記得這個地方一定要設定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將來 看到你的按鈕怎麼一執行 跑到右邊去 跑到右邊去 那表示 你這個地方沒設定好 那你就把它設定一下就OK了 把按確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要執行好了 不過執行的時候 因為他這個程式這樣 一下就全部跑完了 你可能沒辦法看到細節 所以我的習慣是 我希望在這個地方先停一下 這個地方先停一下 那這個叫中斷點 你就可以再按F8 他要逐步的去看一下程式 OK 這樣子的話 來看程式 會細節部分 比較可以注意 我是建議啦 因為很多同學 常常就是直接RUN 翻錯誤 不知道哪有錯 這個也是一個小技巧 OK 你可以加這個中斷點 那你去掉的話 就是再點它一下 就去掉了 那中斷點 我把它執行一下 按這個按鈕 有沒有 他停在這裡了 那你可以再配合F8 他就會 欸 這一行 按F8就執行了 這一行是把資料 全部清空 然後再到 我們這個網址裡面 去把資料給我下載下來 OK 他就Refresh Refresh 段上呢 他就會連接到 這個網址的Server 去看一下 這個資料在不在 在 那就把它全部抓下來了 那抓下來之後的話呢 因為我還需要三個欄位 分別是年嘛 所以我就插入一欄 有沒有 然後 這個 這邊已經插入一欄 第一欄 然後名稱給他 公式給他 向下填滿 也這樣就OK了 再來的話呢 再插入屈欄 屈欄的話 但如果你要看 我建議你可以把那個VBA 畫面可以再調一下 把它調成這樣好了 然後放在這邊 看一下屈欄有沒有被 被映射 有的話 也映射了 那我剛剛講過了 他插入一欄的時候 特別注意 這個一次有 他會參考 參考前一欄的欄寬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屈欄的欄寬 怎麼這麼寬 那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主要原因是 因為他參考F欄 那當然如果你要把它恢復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個插入欄 甚至你可以插入欄之後 就把這個加進來 哪一個 這個加到哪裡 加這裡 也OK啦 或者你尾巴再調也可以啦 看看哪個比較順 那如果你要讓它跑的話 這邊前面有講過 VBA的程式 在當你中斷的情形下 就像這個情形下 你可以讓它往上拉 拉上去的話 它這個程式 具備有倒車功能 有沒有 程式可以不需要說 一定要從頭一直跑下去 你如果希望它回頭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這個箭頭是可以往上拉的啦 OK 所以我的習慣是 好了 我這邊加了一個程式 那我可以讓它再跑一下 OK 這個技巧 建議各位可以學起來 因為其他的程式語言 比較沒有這種功能 就是可以讓程式回頭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你寫程式不用急著全部寫完 也不用說 好像一定要全部寫正確 如果不正確也沒關係 你可以讓程式好一下 然後你再加一點東西 再讓它回頭 如果錯了怎麼辦 沒關係 改 改了之後要回頭 OK 改到對為止 這個方法我還蠻常用的 OK 我蠻建議各位 因為其實說真的 程式最難寫的地方就是說 很多時候是程式要全部寫完 像一些Java 或者是C++語言 就是比較麻煩 你要把程式run 那你要再回頭再改 改了之後再run 很麻煩 那我還蠻喜歡這個功能的 就是這個箭頭 那你可以怎麼樣 剛剛跑到這一行 不過讓它回頭 按住標放 有沒有 往上拉一行 讓它run一下 那這一行呢 功能主要是什麼 把欄寬改成什麼 改成10 也就是目前應該不只10 10大概這樣子 它應該差不多20 30 40 大概50左右 那就把它欄寬調一下 OK 那所以你在按F8 OK 所以喔 中段點 記得配合一個快速鍵 叫F8 然後它就會主行 F8一下 你會把F8 如果你按一下F8 它就會下一行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時候 藍桿就幫我調了 OK 調了之後 我再放我要的東西 放區 然後再放公式 然後再放向下填滿 OK 然後再來什麼 H 所以再插一個H 不過H 其實H藍 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H藍 它的藍寬呢 理論上 其實可以不需要再特別調 為什麼 因為它會參考前一藍 前一藍是G G剛好是10 所以如果剛好H藍 這個藍寬剛好10 所以你就不用調了 如果你要寫沒關係 但是寫了有點多餘 所以理論上這一行 感覺上其實有點多餘 如果你覺得層次多餘 你就把它怎麼樣 把它刪掉就好了 OK 就離開掉 這樣沒有問題 然後再插入一個路階道 然後再插入一個公式 OK 這公式放過來 這個公式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 就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的話 就是這個 右下角的空點快速填滿 到最下面 好 這樣的話 就完成 我們上個星期的重點 上個星期主要是 一個爬蟲 減易爬蟲 OK 然後再加上插入三個欄位 其實程式並不多 OK 那另外的話 其實在 XL裡面的爬蟲 當然也不是只有這個方法 以後如果說還有別的狀況 因為我們再用別的爬取方式 再來說明 那OK 第一個 我們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完成 那接下來的話 後面我把那個中斷點拿掉了 所以這樣子就表示OK了 那我最後在旁邊再加一個按鈕 所以喔 我就是把它執行的話 它要重新抓 所以 假設我讓它程式執行一下 因為程式還在中斷 所以記得把它停止 然後讓它重亂一下 所以我希望看到什麼 就類似像這樣 抓完資料插入三個欄位 OK 那就完成那個上個星期的部分 那另外上個星期還有提到一點 就是說 這個地方 各位有沒有發現 就是 入街道的這個公式 這公式 其實 相對是比較冗長 那如果將來 如果你要把公式放在儲存格裡面也OK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衍生出來 什麼問題 你們會發現喔 這個 這個入街道公式的結果 其實只有三個字 有沒有 下門街嘛 可是喔 如果將來你用這個公式的話 你把它存在儲存格裡面 它實際上是存一整串的公式 所以一整串公式 其實儲存在Excel裡面的話 其實喔 不是三個字喔 可能是30 甚至 100個字 那相對的喔 如果你將來存檔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問題 因為之前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我公式喔 我有你的方法 結果我的檔案喔 變得越來越龐大 越來越龐大 因為它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有沒有 都填的不是結果 而是填公式 那公式有個缺點 就是 非常的 有的時候很長啦 所以存在Excel裡面 會變成Excel變很肥大 所以喔 你們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不希望喔 那個Excel變得這麼肥大的話 那可能喔 你就要想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喔 你不要用輸入公式了 而是什麼啦 直接用程式 輸入最後的結果 像如果你要輸入的話 就輸入廈門街三個字 而不是輸入一串公式 但是要怎麼樣 可以讓它不要輸入公式 而是輸入那個最後結果 那其實啦 這個方法就是後來 我有提 我有提到的喔 在雲端白板上面喔 是有一個另外一個方法 在雲端白板的第一個單元 裡面的這個喔 住宅切到點位 那我有提到有一個是用VBA 直接輸出最後結果 一個VBA的程式啦 實際上喔 就是在 在這邊 OK 我看有沒有放 是不是把它刪掉了 用VBA輸出 也就是說喔 我們將來就不是用公式來完成 那公式好像把它刪掉了 這個我再找找看 這個是公式嘛 底下其實是可以用VBA鑽寫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吧 上個禮拜的部分稍微再 恢復一下喔 那待會的話我們要做什麼呢 樞紐分析錶 跟樞紐分析圖 這個是錶這個是圖 這個一樣 這個是錶這個是圖 那我們希望怎麼樣 因為之前我們做的方式 都是用手動的啦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按個按鈕 這個叫歷年的切到折線圖 我按下它 它能夠自動幫我產生那個錶跟那個圖 OK按下去喔 有沒有發現 這個錶跟這個圖就自動出現了 OK有沒有 然後呢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那個比例圖有沒有 那個圓形圖畫出來的話 各區比例圖 有沒有就自動把那個樞紐分析錶 跟樞紐分析圖 都幫我畫好 而且放在我想放的位置上面 那將來啦 你也可以把很多表 就報表跟很多的圖 看看你要怎麼安排 那就可以讓它很快速的 按照你想要呈現資料的方式去呈現 可是問題這個要怎麼做 就這個 這兩個我們之前是用那個 人工的方式 那待會我們要來看 其實今天的重點應該就是 我要怎麼樣可以讓VBA 自動去畫這個表跟畫這個圖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我把那個 這個放貨先切一下 好 試一下